這個我就不講了 那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想如果我們的政府的領導者 他能夠從這個國家看到台灣未來的發展 他應該知道怎麼做 可是我們現在最痛苦的是 我們的國家大部分的領導者都不知道怎麼做 都要靠民間的力量 你給它吐 你給它控衣 然後發出聲音 我有時候常常講說 奇怪 我們的環保土為什麼常常跟我們有很奇怪的對抗 他不是要保護我們的 可是他不是不保育 他會替人講話 感覺很奇怪 那靈物體理論上也是這樣子 我記得十幾年前 陳一勇老師 有一次跟那個農工處那個叫做山林 森林開挖處 農工處推下來 他以後改成山林 保育處吧 以前當小鐘現在當警察 那時限都沒辦法 為了那個檜木林 能不能砍 他說他們砍的是那個倒下來的 我記得那個有經典的畫面在公共電視 陳老師坐在那裡 說用這個想也知道 用腳頭的想也知道 那個東西也是不能砍 可是他們可以說一大堆魚油 還是要把它拿下來 這個新聞我想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審思一下 這幾天上這個課 那我剛好看到這個報紙 那再來昨天又看到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其實有一個故事可以說 我印象裡面是那個楊國甄老師是有聽過 還有初董也有聽過 叫做宜朗 送猴子上太空 平安返航 那我在看這裡面他覺得 說其實在1948年 就有一隻猴子叫做艾伯特一世 他也上太空 中間就死了 那過後沒多久 幾年以後 又中了一隻猴子叫做尤雷克 他也上太空 結果回來以後沒有幾小時也遲了 那我就在想 艾伯特一世跟尤雷克 那高在那專門的地方 他如果選台灣女猴 應該就不會死 那為什麼選台灣女猴 因為台灣女猴大概是全世界 最聰明的猴子 那我就講這個故事給你們 那講台灣女猴 當然要講我們高雄的猴子 我們高雄台山的猴子是很有名的 那那個名字也很好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故事講給你們聽 它是故事 但是也是笑話 在1999年的時候 美國休斯頓太空中心有一個計畫 什麼計畫呢 他們想要 送動物上去做實驗 可是這時候 有一個太空人叫葛 年輕的時候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七十幾歲以後 當參議員 他有政治影響力 他也想要上去 他說既然要做動物實驗 也要做老人實驗 他又有政治影響力 那美國太空中心就答應了 在1999年的某一天 就是美國獨立紀念書的前一天 就要上去了 那上去他們第一個問題就發生了 那找動物要找什麼動物 他們說全世界動物裡面最聰明的還是猴子 那猴子裡面最聰明的是哪裡 啊 當然是台灣 那台灣的猴子裡面最聰明的 當然是高雄的柴山 我就有回答說 那個猴子多厲害 他會開腿龍頭去喝腿 所以會跟他撤甘霞 那我那時候擔任柴山會的副會長 那美國在台協會就寫了一通信給我們外交部 外交部就轉到柴山會來 那我一看沒問題啊 我們要派一次過去太簡單了 那要派血過去 我說哼 那我一天在我台財山中有一隻 最聰明的 你們知道那隻叫什麼名字嗎 他就叫大哥大 喔 他那也是會走行動電話 跟他唱來在那裡說電話 哇厲害 有一天我再把大哥大抓了 那我就找到人去燃燃太公眾議 因為高雄怎麼不說話啊 要有人回語啊 他說什麼人回語 想適合 當然是我啊 因為我懂得我只在說什麼話 結果那一天我們兩個就氣了 喔各位 早上大概五點多啦 那個是頓得太公總組喔 一兩百個科學家 一兩百個科學家 五四三二一 咻 歸掉了 那個就喪氣了 結果 他們很緊張 因為那個影像一下來的時候 我們那隻大哥大開始有反應了 因為他反應 他怎麼反應 那那些美國科學家 看不到啦 沒辦法解讀他 他們就請我 Mr. Young Please Come here 我就來了 接下去了 大哥大生氣了 他生氣不只是生氣 因為他有動作 啊這個動作只有我可以解讀他 他的動作是這樣 每個人問我說幹什麼 我說啊 大哥大生氣了 他就說 你娘勒 背那麼快看都沒有 各位 以後如果看到佛祖 自己這樣喔 你就要這樣喔 翻成狗語叫塔瑪的 會那麼快看不見 各位來比一下喔 這樣 會很快的 看都沒有 好 那有人就問我說 楊總 最後那個佛祖有沒有下來 我說啊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那是笑話 哈 那是笑話喔 不是你還講有葛倫啊 有什麼休斯頓啊 有在台協會 我說對啊 啊那個是要加上氣的 那真的是笑話 好 其實這個笑話 很多人都知道 那我 既然講一個 就要再講兩個 啊這個兩個 其實我也是網路上看到 啊可是有些人還是 還是沒看到 啊我還是講一下 這個跟動物也有關係 那就是鸚鵡啊 因為我看到那個 我一直想笑 因為有一次鸚鵡很聰明啊 那個主人喔 就把他買下來 買下來以後 就要把他打工 哇真的很厲害 他就說 我會走路 啊鸚鵡就 我會走路 我會走路 再來就跟那個鸚鵡說 我會跑 我會跑 那個鸚鵡很聰明 他說 我會跑 我會跑 結果 那個主人說 我會回 我會回 那個鸚鵡馬上回答 你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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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第二個 好 第三個 因為這個要皇子女睡覺 所以我不得不這樣 第三個也是跟鸚鵡 有一隻鸚鵡很凶 他買下來以後 太凶了 那主人說 真的那麼凶嗎 好 我放一隻麻雀進去跟他對打 因為麻雀很靈活 他比較小 結果不信 麻雀真的被他咬死了 那這個主人就 他厲害 好 那我就放一隻老鷹 那老鷹就進去跟那個鸚鵡對打 各位 老鷹竟然被那隻鸚鵡咬死了 就死在那裡 可是 那隻鸚鵡也付出代價 他的整個毛也掉光光了 主人看到了 那個鸚鵡說話了 真難搞 要不是把鸚鵡脫掉還打不死他 他還是愛面子 他也是打得整個偏體淋傷 這句話要記 要不是把鸚鵡脫掉還打不死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講一下笑話 謝謝